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我是川西 首先带大家关心几个天气上重点 就这几天天气状况是比较类似的 从礼拜五开始东北风又再度增强 不过这增强幅度不是很明显 北部地区高温稍微降低了1到2度 另外在迎风面地区 这个花东以及东北角 还是持续有这个飘雨的情况会发生 另外在这个嘉义以南空气品质 还是持续比较不好一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土的部分 目前主要水气其实都没有太靠近我们 主要还是在这个偏东边 还有这个东南边的地方 这是主要云层存在的地方 那么随着这个东北风再增强之后 我们从模式上面来看一下 东北风增强之后 在这个迎风面地区 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需要留意的是到周末 这个高压逐渐的东移出海之后 风向就开始转为偏东风 偏东风是从海面上吹下来的这个偏东风 水气就比较多一点 所以在东北角以及华东地区 从这个周末开始降雨可能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在这些地方活动朋友们稍微做好一些准备 这个降雨的情况会变得比较多一点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四日雨区 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在这个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主要还是东半部以及东北角地区的零星降雨 那么从这个10号礼拜六开始 降雨的量就开始变得比较多一点 尤其是东北角 那么在礼拜天呢也是比较类似一点 到下礼拜一也是比较类似这种降雨的情况 所以呢这些地方活动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 在礼拜五的时候 北部空气品质来到普通 那在这个他和珠苗地区呢也是普通 不过从中部开始 空气品质就变得比较差一点 对敏感族群比较不良 那么云嘉南地区再往南呢 空气品质又更差了一点 到高频地区空频到这个 对所有族群都是比较不良的 所以在这些地方活动朋友们 如果您这个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 建议您可以戴上口罩再出门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在温度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北部地区来看 这个台北的低温19度 高温21度 高温是稍微有在降低的 而且呢云量偏多感觉起来是比较湿冷一点 这种天气状况 那么从这个中南部开始看呢 就比较偏干了 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清晨的低温有机会来到17 18度 那么到中午高温呢比较温暖 来到25 26度 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日夜温差的部分咯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 拜拜